穿着白色上衣戴着毛帽 张婷一看到镜头就颜面痛哭 面露出委屈神情 女儿则在旁不停哀求大家原谅 被卷入二十六一传销风波后 张婷带着女儿露面道歉 不过网友也揪出一点 有的人认为张婷演技真好 每次都哭 根本就是在求同行 是名副其实的耳鱼眼泪 甚至有人说赚那么多钱 几百个亿罚完后继续营业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这段影片恐怕是旧的 因为先前在微博上也疯传过 林瑞阳出事后上直播的画面 但后来被证实是去年十一月 就拍摄的片段 这对夫妇还在神影当中 另外明道日前无端 被朱凡刚卷入张婷事件 朱凡刚也首度在镜头前透露心情 兄弟啊 183 Club 是我们辉煌的历史 那段期间的奋斗 也是我最棒的回应 我不可能做出伤影的事 一开头就称兄道弟 朱凡刚先前在直播上 暗指昔日团员明道 受到张婷夫妇影响 无法离开大陆 让明道气得祭出律师函 要求七天内澄清不实言论 而事隔五天 朱凡刚就透过直播 证实向明道致歉 不应该用一个不是当事人的身份 去做发言 在这边让你困扰 实在是不好意思 昔日兄弟如今因敏感议题 隔空杠上 目前明道已反台进行隔离当中 而现在朱凡刚也在七天奇效之内 逗歉 说不会做出伤害兄弟的事 就看明道领不领情 TVBS新闻 陈文宏周佩宇 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